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身边的这个就是全新一代的RAV4 在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啊 RAV4 终于重新回到我国市场 我国的RAV4 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2.0 还有2.5 的Dynamic Force Engine 今天呢 我们会大家抢先看一看这个全新的RAV4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还有它的卖点在哪里 Let's go 至于在这个车头的这个水箱护罩Grill 它上面集合了三样东西 ACC 的这个雷达 然后 Parking LED Sensor 还有这个镜头 你可以看到前方这边有一个镜头 它是有360度镜头的功能 然后这个是 Parking Sensor 还有这个 Logo 这个 Logo 它是扁平的 镜面的 其实啊 它就是这个ACC 的雷达 所以这辆车是支援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的 其实它也包含了整套完整的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它的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呢 还有这个低速跟随系统 也就是前方的车辆变慢 它就会变慢 停完了它也停完 一踩油它也会跟着走 所以塞车的时候这个功能其实很方便一下啦 打开引擎盖之后啊 我们终于看到这一个 很多马来西亚消费者期待很久的Dynamic Force Engine 这个RAV4有两种引擎 2.0 还有2.5 都是Dynamic Force Engine 2.0 的这个最大马力是173 PS 峰值扭力207 Nm 至于这个2.5 的版本啊 它的最大马力是207 PS 峰值扭力243 Nm 而且啊 这两款车啊 它们用的变速箱都不一样 2.0 的是 Direct Shift CVT 变速箱 也就是它的这个 CVT 是有起步齿轮的 所以这个 CVT 的加速速度更快 2.5 的版本就是搭载这个八速的前驱自排变速箱 这个自排变速箱啊 换挡的速度更快 而且它的体积比这个 Camry 上面的 6AT 还小 所以帮助这个车子啊 减轻重量减轻的不少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点哦 这个引擎啊 它的这个放置的位置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可以帮助这个车身的这个重心降低 来获得更好的操控表现 这个轮圈方面啊 我国的 RAV4 也是采用一个比较纯朴的设计 它没有双色调 然后也没有很运动化的设计 就是简简单单 不过看起来其实蛮整洁 我个人还是觉得可以的啦 它的尺寸是 225 60 R 18 在日后你更换这个轮胎的时候啊 你就不用担心这个轮胎的费用太贵 因为啊其实到了 17 寸以上的轮胎啊 每大一个尺寸价钱就会贵很多 只是 你会觉得这个轮胎不太小吗 我觉得还好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尾啊 这个车尾哦 其实采用了很多现在的潮流元素啦 鲨鱼区的天线 尾翼 然后它这个尾灯我觉得很像一辆欧系的SUV 也就是FW的T罐 然后这个尾门的开启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脚踢式的开启 不过脚踢式的开启 你需要把钥匙带在身上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这边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打开了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打开这个尾箱过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很深哦 Toyota 说它是这个西星的SUV里面 这个尾箱空间最深的那款 有多深 我帮大家示范一下 你看哦 我整个人可以坐进去耶 这个是不是很大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家人出门啊 你要放行李什么啊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重点是啊 这个第二排的座椅 你还可以倒平 所以其实这个RAV4的空间表现啊 其实它的灵活性是很出色的 在讲这个车内装之前 我们来先来试一个东西 它的关门针很solid OK 接下来我就要讲我对这个内装的感受了 其实这个RAV4的内装 质感表现啊 虽然说不是在同级车款里面最优秀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排名前三名它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这边 你摸得到的地方啊 全部都是软质的塑胶 你可以听到声音 都是软的 而且呢它的这个车门啊 这里上面啊 全部都是软质的塑胶 只有在像是把手啊这边才是硬的 另外呢 这个触屏主机啊 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再骂了 虽然说它这个尺寸有一点点小 但是呢这个触屏主机呢 其实是这个原子厂从日本引进的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界面上面啊 不会再那么aftermarket feel 而且它还支持这个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的功能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冷气的控制面板 它是一个双虚空调的系统 也就是说左右的温度可以分开调整 然后有两个旋钮 这个旋钮的转动其实还不错 只是感觉这个质感不会太好 然后中间有这个数位化的荧幕啊 可以让这个显示资讯很清晰的显示出来 你再往下看 这辆车竟然有冷气通风雨的功能 我个人觉得这个冷气通风雨的功能啊 在马来西亚市场啊是很实用的 因为我们的天气那么热 如果你巴在户外上车的话 打开这个功能你根本都不用怕 这个皮椅会热到烫你的屁股 接下来呢 这辆车它支援三个驾驶模式 也就是Eco Normal 还有 Sport 全部的驾驶模式切换键都在这里 在它的这个切换键的前方啊 就是这一个电子手擦车还有Auto Hold 这个呢很方便 因为啊在你拉到D挡的时候 这个电子手擦车就会自动开掉 你拉去P挡它就会自动上锁 所以啊你不用怕怕 就是你拉了D挡忘记放BREAK 踩了油走不到的情况出现 最后呢 就是它有这个无线充电功能 只要你的手机支援无线充电 丢到这里它就可以充电了 很方便哦 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Toyota RAV4 的Toyota Safety Sense 2.0 这个2.0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先进功能 除了我们讲到的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跟车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 它还有一个叫做Land Tracking Assist 的功能 这个是配合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使用的 在你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啊 这个系统就会侦测你左右两边的车道 然后让你的车子维持在车道中间 不会吃线 如果是前面的道路比较弯的话 这个Stating也会做出调整 尽量把你的车子保持在车道的中间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啊 但是在这里提醒各位啊 这种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其实都还是一个辅助 不要去完全相信它们 OK 严格来说这个RAV4 的空间表现 如果你真的拿来和CRV比的话 它没有CRV那么大 可是一般来说啊 我觉得当家庭车来讲啊 好像还不错哦 你看 我前面已经是我的这个标准坐姿了 我后面 一个两个拳头两个拳头 两个拳头三个指头的位置 然后躺下去之后我可以坐得很斜很舒服 其实还蛮enjoy的 再来一点啊 就是它的中间这边有一个冷气的出风口 这个在马来西亚真的很重要 因为大热天的话 你在高速功能停止 后座的乘客可以因为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所以不会热到 重点是这个冷气出风口下方还有两个USB 所以你后座的乘客要为手机充电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间的表现 因为其实这个RAV4是有OVD的车型 所以它的中间这边难免会有一点点凹起来的地方 但是啊坐下去 感觉还是舒服的 只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你让小孩子坐中间会比较好一些 这辆车自从它的价钱公布过后 很多人就讲很贵 事实啦一台C7的SUV卖超过200千 其实真的是贵 但是 这个也不是UMW Toyota想的 我们去看它在Langavi的价钱啊 其实RAV4在Langavi的价钱 是便宜过它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啊 所以它会那么贵的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它是日本进口 这个入口税的关系导致它的价格那么高 其实 这个代理商也不笨啊 他们也知道卖太贵是没有人买的 只是因为入口税的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才卖到那么贵 如果我们不看价钱的话 这个RAV4的整体 我觉得它是一辆很BALANCE的车 为什么这样讲 呃 操控的话 它有 空间它也不错 配备也很好 其实你找不到它太明显的缺点在哪里 我个人觉得这台车其实是一台值得买的车 只是这个价位应该很多人还会是抱持这个 考虑的态度啦 如果不看价钱的话 满分5颗星 我会给它4颗星 因为这台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需要进步的东西还是有一点啊 例如说它的这个唱机 我觉得它的荧幕可以再大一点 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这辆车做出的 这个简短的新车介绍 未来有机会啊 我们会拿这辆车来做一个试驾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多多支持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因为时间很高 所以介绍的东西有限 请大家多多见谅啦 然后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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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